下面我们开始学习第十一个动作 开合手 那么开合手这个动作呢 是一个孙式太极拳的一个典型的动作 那么我们在这里头有开有合 前面呢我们还有一个 粘角跟扣角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摆扣粘角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就是这个脚到底是怎样过来的 甚至有的人就直接就这么一起就过来了 或者是你一起过来身体的重心也把握不好平衡 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把这个动作的正确动作 我们教一遍 我们先做脚上的 先做脚上的 刚刚我们前一个动作曾经说到 脚不可以太近也不可以太远 就是因为后面这个脚 如果说你的脚太近了的话 后面我们的这个摆扣脚没法做 说到一起了 如果说我的脚分得太远的话 两个脚合过来的时候又太远了 又太开了 不利于后面这个动作 那我们在这个四十二十太极区鞭排过程当中 也都是非常要求每一个动作的完整性和规格性 事事相连 它每一个动作都是上下相连的 所以说我们不可以出现一些动作过小过大 这种的错误动作 我们尽量把它通过自己的练习改正过来 那么我们的脚呢 刚刚说到应该是一脚的距离 前后都是一脚的距离 放好以后呢 我们下面这个下肢的动作 先做下肢的动作 我们依次的撵脚扣脚 记住一定是右脚前脚掌撵 记住是前脚掌在撵 那么后脚跟就要抬起来 右脚的前脚掌撵动 那么左脚呢 是脚后跟为轴 扣脚扣过来 这个时候刚好 当我粘脚跟扣脚是一致的时候呢 摆过来 两个脚尖是冲前的 并且跟自己的尖是一般宽的 并且跟自己的尖是一般宽的 好我们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好 记住一定是粘脚扣脚 依次完成 依次完成 那么我们上面的手呢 在这个脚上动作做的同时 我们两个手要先合 合到自己的这个胸前 两个手直接屈臂回来 收到自己的胸前 收到自己的胸前 那这个高度呢 基本上呢 是在自己的体前 不要太高 不要过脸 那也不能太低啊 对 在自己的胸前就可以了 在下巴的位置 对 指尖冲上 指尖冲上 好 那我们下面的上下肢一起做 好 粘脚 扣脚的时候 我们 这个时候开 就可以完成了啊 那我们在转体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收臂 一边转体 一边收臂 当我们做这个 碾扣脚的时候 做碾扣脚的过程 我们就是开 所以这里呢 大家要弄清楚 很多人呢 是已经过 就把这个 把这个收臂的过程去掉了 直接就做成了一个开 那我们还是有一个 驱臂开 这么一个过程 一定要做到 也就是说 我们上面可能稍微要快一点 下肢呢 要稍微慢一点 我们再做一次 好 粘脚 收 好 扣脚开 对 那我们做完扣脚开的时候 我们移动重心 这个时候我们要相合了 我们讲到开呢 开不过肩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开的过程当中 不要使劲开 那我们开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是 把我们的走向锤 走下锤 不要记住 不要出现 做成了两个手向外攒 这种开是错误的 记住 一定是走向外撑 那整个的手 你只能开到我的这个肩 如果说你能开 开开开还能无限制 开到这儿来 那肯定这个动作是不正确的 那么在我们孙时太续拳里头 它这个开 和手的这个开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是这个肩胛骨 肩胛骨这里 我们要是一个平面型 而不能肩胛骨出现一个扣住 而出现一个向你扣住 而两个肩胛骨展开的这么一个过程 肩胛骨不能向中间相挤压 肩胛骨是一个平面的 好 我们粘脚收 然后扣脚开 好 下面我们合 合的时候呢 记住先是移重心移到左脚 移到左脚的时候 我们同时将我们的右脚根要抬起来 这个合的过程啊 合 移重心 相合 然后抬脚 对 再做一次 好 移重心 抬脚 相合 这两个是相协调的啊 相协调的啊 那么在做这个合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开 开不过肩 合 合不过脸 那注意 我们开合的动作过程当中 要有一个扣白脚 然后呢 重心移动 抬脚根 上下相合 要相配合的啊 好 下面大家再跟我在一起 我们再讲解一次 好 我们粘脚 收手 扣脚 开 好 移重心 抬脚 相合 好 开合手 好 那么我们呢 做慢一点 大家跟我一起做一遍 我们先如风似臂 好 白脚 啊 我们的脚先脸动啊 脸我们的右脚 脚一定是前脚挡着地 脸 啊 脸右脚 收手 转腰 转胯 好 然后扣脚 开 这时候我一手已经开了 我的脚也扣过来了 好 然后移重心 抬脚合 这个动作呢 不知道大家自己体会的怎么样 所以呢 开始可能会有点不协调 哎 感觉到这个又扣又摆 又要移重心 还得要顾到上面的手 可能有一点不协调 但没关系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或者是先坐脚底下 我们单坐脚底下 一直坐脚 好 一直坐脚 然后呢 然后再单坐手 一直开 一直转体开 然后再把上下肢这样配合 可能慢慢的通过练习 就会越来越顺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学习第十二个动作 右单边 那么我们在这个右单边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四十二十太极拳 它确实是跟其他的太极拳 各门各派的太极拳的一个综合点 那我们前面看到了有单边 阳式的单边 那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是一个无式的一个单边 在手型上我们是有变化的 那下面呢 我们也还是一样 把这个动作我们讲解一遍 我们从开合手开始合 完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记住 我们下面在做这个动作 一定要做到 我只要出我的右脚或者是左脚 一定是转胯出脚 转腰转胯出脚 对转腰转胯出脚 要出成直接脉腿出去 直接脉腿出去 一定要做成转腰转胯 然后出脚 这样做起来 你的腰上才有动作 才不会让人感觉到 好像缺了那么一点点 好 再一起 好 我们先转腰转胯出脚 这个时候 在我出脚的同时 我的手就要慢慢的向外推了 而不是说我光做转腰转胯 而手上没动作 这时候手上动作 是不是完全打开了呢 也不是 是一点点 转腰转胯 我是慢慢的再向前推 可能从胸前移到往前 大概一点点的距离 手臂还是屈膝的 没有完全向前推出去 两手心呢 由刚刚的相对 两手心相对 慢慢变成了一个斜相对 变成了虎口相对了 这个时候啊 变成了手心手掌都是朝外 有一点斜相对的这个过程 好 我们再看 转腰转胯 出脚 我的手也出去了 这时候注意 我们下面一个动作呢 单边的动作 记住我们这里要有一个微扣脚 对 我们的右脚要有一个微扣脚 而不要做成了整个脚尖是冲前的了啊 这里我们有一个微扣脚 脚尖微微向你扣住 一点点 一点点 好 我们微扣脚的同时 微扣脚的同时慢慢转身体 然后手向前推出去 然后转身体的同时 两手上两边左右分开 在左右分开的同时 身体也要往上顶 要顶起来 眼睛看着你左手的方向 我们再把这个动作再详细讲一遍 注意 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 转腰转胯 手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好 转腰转胯同时 手开始走了 也开始走 出去 然后慢慢地扣 这样 然后两手分开 顶起来 好 那大家呢 跟我一起把这个动作做一遍 我们做慢一点 好 首先我们开始转腰转胯 转腰转胯的同时 手也慢慢跟上 好 出脚 手出去 然后扣脚 转身体 两手分开 眼睛看左手 身体要立起来 好 下面我们学习第十三个动作 走底锤 那么这走底锤这个动作呢 它有一点攻防含义在里面 一个砍对方 然后呢 打击对方 并且去打击对方这么一个动作 打击对方的脸部 那么下面呢 大家还是先跟着我一起 把这个动作的方向啊 还有这个手型啊 不行 我们还是给它完整的捋一遍 单边开始以后 我们重心往回坐 移重心扣脚 那么大家要记住 所有的动作移重心扣脚 一定都是先移重心再扣脚 那有的人会觉得站不住的情况是 他先扣脚了 然后不去移重心 这种情况下 他就感觉到站不住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 一定是先移重心 然后再扣脚 这是一个规律 所有的动作都是按照这个规律来 好 那么我们移重心扣脚的同时 左手呢 向下按 按到我们的胯膛 那右手呢 手心朝上 好像成一个砍式一个动作 就砍对方的一个动作 其实这个动作呢 也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我下面这个动作是往回抱球 是向右走 那么向右之前应该有一个什么呀 一往右 先往左 所以说我们在前面 还是有一个向左的一个画弧线 然后再回来抱球 这样就显得动作更加的圆活自然 好 我们一起做扣脚 手心朝上 然后回来收脚抱球 收脚抱球 这个时候脚要收回来 那下面我们这个动作呢 是左脚 向我身体的正前方的右前方 上步 微微一点点 那么 我们在做这个 向右前方上步的时候 也不要太过了 不要整个成一个交叉状 但是也不能完全跑到这边去 我们只是稍稍地在我这个 右脚的脚前侧 上步就可以了 好 我们成抱球状 上步的同时 我们两手就开始相分 两手移上一下 分开 好 根部 下面我们开始做根部 两手分开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两手画弧线 画弧线 好 是左手向前分 然后你要想到前方有人过来的时候 你抓住对方的手 是将他按回来 抓住对方的手腕 将他捋到你的腰前 而当他的身体失去重心 向你身体靠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 捋回来的同时 你将你的右手去砍对方的脖子 砍对方的脖子 同时将你的左手从你的体前穿出去 打对方的脸 对 我们要知道这些攻防含义 当你知道攻防含义在里头的时候 你就能够更加能够很清楚地 体会到这个动作 去怎么完成 去怎么去练习 好 我们还是从抱球这里开始 好 我们大家都开始 想象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 好 上步两手分 抓住对方的手 好 向下捋 又是一个向下捋 捋的同时 根部右手向前砍 砍出去 对 向前砍出去 好 我们助心往回坐 然后 我们的左手从我们的体前胸前 打出去 那么我们这个右手的这个掌 这个掌变拳的过程当中 记住大家啊 是以小拇指带动我们的整个手指 这么过来 我拳的 这一点要记住 不是随随便便我拳的 是 它画了一个弧线以后 一点点将对 将我们的手指 一个一个慢慢地收回来 一个一个慢慢收回来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一定记住是 收回来 打出去 那么 我们除了手臂上有一个圆之外 我们的手腕上也有 那么指 手指上也有 整个画圆 这样动作看起来才特别的圆活 特别的圆活自然 好 我们呢 然后大家再跟着我 再做一遍这个动作 我们再给他讲解一遍 重心移动扣脚 手心朝上 左手要放下来 然后收脚抱球 出左脚 两手分开 好 左手向下踩 右手向上抗 移重心 好 握拳 左手向前打出去 打出去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 勾脚尖西部的时候 记住前脚不要绷得特别直 前脚要微微地弯曲一点 微微弯曲一点 对 我们这个走底锤走底锤 顾名思义 一定是放在我们走下 不要放到这儿来了 这样就选择可别傻 那么我们全还是要向下 非常严谨的一个动作 好 下面大家跟着我 我做慢一点 慢慢的我们一起做一次 好 移重心扣脚 同时我们手心朝上 对 手回来 好 下面我们还是移重心 然后收脚抱 抱球 对 收脚抱球 然后出左脚 两手分开 脚尖是冲前的 脚尖的方向冲前 两手分开 好 上面我们开始 根部的时候 左手往下踩 左手往下踩 右手向上砍 手心朝上 向上砍 对 然后移重心 握拳 握拳 收回来 左手上前 打出去 走底锤 好 那下面呢 我做一遍 大家再看一遍 那看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这个 重心移动 然后尤其要注意的地方是 两手移上一下的时候 这个踩跟砍 是同时的 既踩又砍 它既换了一个弧线 一个圆线呢 那么它的整个动作的攻防含义 也要做出来 好吧 大家看好 做一遍 下面我们学习第十四个动作 转身推掌 好 那么我们在练习这个转身推掌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动作呢 首先要接触到它的方向 那这个动作到过程当中 都是斜方向上步 正打 斜方向上步 正打 把这个动作我们留一次 好 那下面我们有一个退步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退步的过程当中 好像似乎有一个插步 好像有一个插步 一定记住是前脚掌着地 然后移重心扣脚 回来 那这个退步应该退多大呢 还是跟前面这个根部的这个距离是一样的 也同样是退的这个位置 是你脚一脚的距离 在这个方向就可以了 这样你扣回来的时候呢 它能够扣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是跟你 扣到你的自己这个脚的位置 那不能够过小 要是过小的话你扣不过来 过大的话呢 又太太散了 所以说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 还是一定要记住 扣脚的位置 大小 其实很关键的 非常重要的啊 好 我们往后侧步 退步 然后 手移上一下 对 分开 然后扣脚 收到耳旁 出脚 出脚 斜方向上步 斜方向上步 正打 出去 那我们这个 斜方向上步完了以后 记住 虽然是斜方向上步 但是脚尖不可以斜 不可以这么做 不可以去斜 虽然是斜方向上步 但是脚尖还是要冲着正前方 脚尖还是要冲着正前方的 那我们这个 收手过程 跟我们这个搂席绕步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把这个 公步 改成了这种 根部 变成了一个根部 好 大家再跟我一起 我们再做一次 退步 扣脚 好 出脚 推掌 好 我们这个根部的距离 也是一样 不要跟得太近 也不要太小 不要跟得太近 推掌 推掌完了以后 下一个动作 好 我们微微的移重心 到我们的右脚 移重心到右脚 扣脚 这个时候的扣脚 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时候的扣脚 一定是 主脚扣回来以后 扣过来以后 刚好跟你的这个 右脚是一脚的距离 应该是刚刚好 是一脚的距离 如果你过大过小 都是不合适的 好 我们再做一遍 你重心扣脚 那么扣脚的时候呢 下面这个 我们这个手 那很多人在做 这个手的时候 他直接会把手 朝这个 这个后方去做去 那么 我们尽量要做到 这个手的位置 是贴着你身体的体侧 从你身体的体侧 抬起来 也就是说 贴着身体的体侧 从你的身体体侧方 抬起来 不要在你身体的后方抬 那如果在你身体 后方抬以后 那你下一个动作 就会出现是这种动作了 一个非常大 非常散的一个姿势 那我们这个动作 一天从你的身体的体侧 这抬起来 你做出来的动作 还显得特别的严谨 好 大家再跟我做一次 好 将重心放下 然后扣脚 具足手的位置方向 很重要 然后再出脚 斜方向上步 好 然后再跟步 推掌出去 好 根部推掌出去 那我们这个动作呢 跟前面的如风式壁呢 还有一点像的地方 就是手向前 脚也是向前的 身体要怎样 身体还是要往上顶 手前身体往回顶 两边都是一样 好 大家呢 跟着我一起 我们慢慢的 再把这个动作 我们再做一次 侧部 好 我们的手 移上一下 然后扣脚 出脚 搭手 是根部 对 根部推掌出去 好 然后将我们的脚 放下 移住心 然后 扣脚的同时 我们的手 一定是从我们的侧方 这么抬起来 记住不要从这个方向 一直贴着你身体的侧方 抬起来 好 然后转胯 然后再出脚 注意一定要转胯 这时候你才做得舒服 好 然后斜方向上步 正打 下面呢 大家看我做一次 在看我做的过程当中 注意 斜方向上步 正打 还有一个地方 要注意看的就是 注意我的手的位置 再一个就是 我的腰胯的转动 腰胯的转动 只会出现 转腰转胯 然后出脚的时候 腰胯都要转动 好 大家看我做一次 好 我们下面学习第十五个动作 玉女穿梭 那么在玉女穿梭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个手上 有一个画圈 然后呢 慢慢的到体前 再一个上前按掌出去 那么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也觉得 这个手脚 手上画圈 身体好像也在画圈 不知道身体跟手的画圈 是怎样配合的 那下面呢 我们会这个动作呢 好好地讲一下 我们推掌完以后 身体开始转动 向我们的右侧 右侧转动的同时 手就开始穿掌 左手变成手心朝上 那右手呢 也是手心朝下 穿 从我们这个 右手从我们的 左手的这个手臂上 穿出去 成一个魔掌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转腰转胯 穿掌的同时 我们的腰块转过来了 然后再向后 斜后方侧步 前叼掌着地 斜后方侧步 前叼掌着地 而不要做成 先出脚 穿出去 然后再转胯 这么去抹去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很多人 大家都会做成 先出脚 然后再去转胯去 那我们现在是要求大家 要做到 先转腰转胯 穿掌 然后再出脚 这么出去 因为它是一个侧步 一个后侧步 好 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再做一下这个动作 好 转腰转胯 穿掌侧步 出去 然后慢慢地 捋回来的同时 将脚也收回来 对 收回来 点地 再是有一个点地的一个过程 好 捋回来 然后下面 我们开始向我们的前45度 也就是向我们的前面的右45度方向 上步 那这个地方是有根部的过程 上步 根部 再上步 公步 左边和右边都一样 所以在这个步行当中 大家要注意到 上步 根部 然后再上步 那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在上步 根部的过程当中 身体别随着它上步来回晃动 就可以了 不要跟着它来回晃动 好 那我们手跟脚一起做 好 我们脚出去的时候 手心朝上 这时候左手呢 是搭在右手的这个手腕上 手心朝上 好 向前 好 移动重心的同时 我也开始画圈 好 根部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手 已经回到了 画圈到我们的右侧 比如说右耳旁 画一个圈 右耳旁 画一个圈 到根部啊 出脚 根部画圈 好 重心移到左脚的同时 这个时候我们的腰 微微的向我们的左侧 带一点 带一点腰 那带腰的同时呢 我们将我们的左手 从我们这个右手的手腕 慢慢滑到我们的腹前 记住是滑到腹前 而不是说放在后面 不要出现这个动作 一定是 滑到腹前 对 滑到腹前 那么我们的这个右手呢 是画一个圈以后 轻轻地放到我们的 左边的 左边的这个 左额前上方 而我下一个动作 才可以有一个架挡 一边架挡 一边推出去 不要做成了 画一个弧线以后 还放在这 然后再推出去 那这个动作 就没有攻防含义在里头了 一定要记住 画一个圈以后 是放在我们的 左额前方 左额前方 然后推出去的时候 你手慢慢地从我们的左额 架挡到我们的右额 架挡到我们的右额 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们的左手呢 左手呢 是回到我们的腹前 然后再重新腹前 慢慢地按掌 向前推出去 它有一个弧线形 看 这个弧线形画了一个下圆 起 再这么出去的 再这样推出去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动作一定是 腰转动 手转 然后搭手 然后下来 再往前推出去 往前推出去 那我们架挡的时候 过程当中 记住一定不能够仰走 好多人在练的时候 那会出现仰走 那么走一定要下垂 走一定要下垂 身体呢 往前看 然后呢 手要立起来 对 架挡住 对 非常的有力量 而且并且感觉到 这个动作有一种对撑的 对拔的这种劲 就是手往前 身体有一点拧 脚也好像有一点拧 但是呢 又往上在对拔 能撑住这个劲 非常的稳 非常的稳 好 大家跟我一起左右 我们再把它 把它顺一遍 好 我们先是转腰转胯 侧步 前脚掌着地 好 然后收回来 然后出脚 手心朝上 开始画弧线 走 根部 对照腰尖 好 注意我们手的位置 出脚 然后再向前 架挡推 然后重心往回坐 手心朝上 记住这是手心朝上 然后微扣脚 记住前面这个脚一定要微扣一下 而不能直接向前 而是为了下一个动作做准备 微扣脚 穿掌出去 这个地方好像跟前面的驴脚尸很像 对 相同的地方 好 然后我们再 梳脚捋回来 这也跟驴脚尸非常像 好 下面我们开始有变化了 出脚 我们又变成手心朝上 画弧线 注意我们的腰的转动 腰一定要有转动 腰有变化 好 出脚 出脚的时候记住 我们的手是按下来的 那么我们的另外一只手是架挡过来 好 然后再 弓部 推出去 再推出去 那么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除了手上 变换之外 就是腰上了 那我们这个动作呢 大家要去细细体会 在这个动作里头 它不光有一个平原 腰上有一个平原 它还有一个小小的立原 还有一个小小的立原 在哪里呢 平原过程当中 大家很清楚 跟着手的移动 有一个平原 那立原在哪里 就在这儿了 这时候我们手要回到我们的另外一侧的时候 左手要往下按 或者是右手往下按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立原是腰上做了一个回旋的一个动作 这么一个立原 有一个小小的 非常小的立原 那在这个立原的体会 就显得这个动作处处画原 不光是手上有原 大原小原 那身上也是一样的 画大原 有平原还有立原 慢慢再推出去 这样动作才显得非常的柔和舒展 大家再看我做一遍啊 整个的一个平原出去 好 驾挡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腰上有一个立原 再推出去 那这个动作希望大家呢 要慢慢体会 要慢慢体会 当然呢 对身体上的话原动作不是一日之功 那么我希望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可以感觉到平原 好 可以了 然后呢 立原 那立原的幅度不是很大 不是说我要 非要做成这么一个圆 不是 你只要感觉到自己的腰上 整个的腰跟着你的手的这个变化去走 腰上有这么一个立原 体会 好 然后再走立原 再体会 慢慢的体会 那你在做这个立原的体会的过程当中呢 肩膀是不可以动的 不能随便扭曲这样动 只是腰这么一点点 腰上体会一点点 就非常好了 好 下面呢 大家跟着我一起呢 把这个动作呢 做一遍 做一遍 我们做慢一点 好 先是转腰转胯 出脚 出去 然后收脚收手 出脚 手心朝上 根部 注意腰上 两手相搭 然后收回来 再向前 手心朝上 根部 注意腰上 两手相搭 两手要搭过来 让腰上 有一点动作 然后再向前 加挡 推出 可能很多人觉得 这个动作练起来很难 架子很好搭 但是呢 身上怎么样让它活起来 就觉得好像是一个难点 这个没关系 我相信大家在练的过程当中 就这个熟能就能生巧了 好 那下面呢 我做一遍 大家要重点看的地方是 手脚的配合 和腰上的平原 立原 体会那个小小的 那个动作和味道 下面我们学习第十六个动作 右左蹬脚 好 那么这个动作呢 对我们四十二十太极拳 很多人来说呢 认为是个难度动作 因为是独立支撑的 它要有一个平衡感 那么在这个平衡的练习当中呢 它不光是要求到这个柔韧性 而且呢 还要有一定的力量练习 那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 他可能会觉得是一点难度动作 不过没关系 因为我们在后面呢 我们会讲到一些这个 怎样的平衡训练 那我们在这个练习当中 我们还是将它的正确动作 我们做一做 我们首先讲讲它的动作 还是一样的 往回坐重心的同时 勾脚尖 手心要朝上 那这个动作 我们是不可以丢掉的啊 不能够马马虎虎就走了 那每一个动作要非常的清楚 好 移重心 勾脚尖 手心朝上 然后这里还是一样 还是要微微扣脚 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很多的微微扣脚的地方了 那这里我们还是一样 要微微扣脚 好 重心回坐 手心朝上 微微扣脚 穿掌 穿掌要出去 那这里有一个穿掌 穿掌完了以后呢 大家发现了 我的手呢 是一上一下 那这个穿掌也是一上一下在穿 一上一下呢 它成一个立元 画一个大的一个立元 然后再收回来 再收回来 好 重心回坐 手心朝上 好 微微扣脚 移重心 穿掌 好 成一个立元 一上一下 画圈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 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直接就抬脚 就起了 所以说他觉得他站不住 而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稍微要注意 一定要微微锁 跨 要稍微沉一下 才可以再站起来 这样做是为了让你这个平衡的能力 要把持的更好 重心回坐 扣脚 穿掌 移上一下 就说身体要 基本上是正到的 正对着前方的 不要出现这种鞋子啊 正对着前方 正对前方以后呢 记住我的后脚呢 收回来 直接收回来 这个时候记住 收脚的时候 我的重心还没有起来 不能出现怎样 不能出现一边收脚 一边起重心 尽量做成 不起重心的情况下 收脚 一边收脚 一边两手相合 一边收脚 一边两手相合 好 再做 再看 扣脚 两手分 分开以后 好 我们开始相合了 两个手相合的同时 相合的同时 收脚 对 然后这个时候 我再慢慢抬起来 做十字手 这一手虽然是 画了一个圆圈 一个大圈 但是呢 我们脚上呢 却有了一个 收脚 起脚的 这么两个动作 两个动作 好 再做一次 重心回坐 好 微微扣脚 穿掌 两手分开 好 收脚 合手 脚 身体没起来 脚已经收了 然后再往前起 起来 这个时候 你的重心才会更稳 不至于会丢掉 好 那下面呢 要注意的是 我准备抬我的右脚了 那么一定是右手在后面 在下面 而在外面的这个方向 那如果我要抬左脚呢 就一定是左手在外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收脚以后 起 那下面这个动作 我们尽量要做到 如果说你要做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蹬脚的话 那么我们的腰胯是绝对不可以丢掉的 而不是说 起来了以后 直接这么就蹬出去了 那么一定要做到 起来了以后 微微转腰转胯 蹬出去 大家看一起 跟我一起做一次 重心回坐 手心朝上 穿掌 一上一下 好 收脚 两手相合 起 好 转胯 蹬脚的同时 两手分 两手分 那分出去的时候 一定是 两手向两边 成一个弧线形 分出去 不要直着分出去 但是也不能太大 有的人做得太大了 微微的 不过头 两边 画弧线 成腕 下去就可以了 那脚的位置呢 抬起来了以后 微微转胯 然后 膝关节不动 只是动小腿 勾脚尖 向外蹬出 然后再慢慢收回 好吧 好 我们再做一次 左右我们都连着做一遍 重心回坐 手心朝上 扣脚 两手相分 然后 收脚合手 出脚 蹬脚 然后收回来 记住 我们是先收脚 然后落脚 先是移重心 我们在做42时的时候 从高处到低处 一定是先下 重心移下来 再出脚 这个时候才能看出 你的脚底下的功夫 扎不扎实 动作够不够 轻缓柔和 这一点要记住 收回来 先移重心 把重心先降下来 降下来的同时呢 我们的左手要往下按 右手呢 首先要朝上 好 重心移下来 出脚 好的 然后再扣脚 我们再穿一个 另外一个方向 好 移上一下 相同的动作 不同的方向 好 一样的 收脚 起 转胯 蹬脚 两手 分开 然后再收回来 那么我们在蹬脚的过程当中 一定都是 蹬出去以后 慢慢的 脚 蹬出去以后 慢慢先把脚 绷起来 然后再收回来 这样才感觉到 你的脚 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而不是 勾脚尖出去以后 直接就放回来了 勾脚尖出去 慢慢的 把脚腕放松 然后再收回来 这样的脚腕 才显得特别的漂亮 好 大家呢 跟我一起呢 把这个动作 再做一次 好 我们重心往回坐 勾脚尖 然后手心朝上 然后微微扣脚 好 穿掌 收脚 重心不要急 收脚 然后合手 再起重心 好 然后转胯 两手分 蹬出去 然后慢慢的收脚 先把重心降下来 再出脚 然后扣脚 转 然后收脚 两手相合 再分 蹬出去 在四十二十这个太极拳里头 我们往往看到 竞赛套路当中 那么 所有的前面动作都是一样 往往比的是哪些动作 就是一些难度动作 控腿动作 可能大家都能够控到这样的高度 可是怎样才能控得干净 漂亮 并且非常的柔和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这些控腿 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的处理 那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做一次 那在做的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要看到 要注意的是 脚跟手的配合 腰胯的配合 那么我们蹬脚出去 脚出去以后收回来的干净 轻缓柔和 从上到下是怎么样出脚的 好吧 好 大家跟我一起 然后呢 看我再做一次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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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习第十七个动作 严守红锤 那严守红锤这个动作呢 是一个城市太极拳的动作 这个里头呢 是我们能够看到 四十二十太极拳里头 唯一一个发力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这个发力的时候呢 我们充分的要把这个力量发出去 也可以说 是我们这个发力呢 能使这个四十二十太极拳 整套的练习 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好那下面呢 我们先把这个动作的准确 我们先做一次 好我们空腿完了以后 蹬脚 左蹬脚完了以后 收回来 脚出去 然后呢收回来 那手出去呢 一样也要收回来 那出去两手是一起出的 收回也要同时一起收 同时一起收回来 不能够光脚收而手不收就不对了 手脚一起收回来 手心是朝自己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在自己的这个胸前 下额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么收回来以后 下面我们这个脚 还是一样 先落重心 再出脚 那这里呢 我们要关系到一个城市的一个动作了 这跟我们前面学到的阳式太极拳 又不一样了 落脚完了以后呢 落脚完了以后呢 我们往下落的时候 我们要慢慢的将我们的脚尖要勾起来 脚尖要勾起来 好下面我们就要充分体现了这个 城市的这个太极拳的一个步法的动作 脚提膝 落脚勾脚 落到你的脚侧 内侧 右脚的内侧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从里向外 用这个脚跟的这个内侧 擦出去 擦出去 这么出去 做一个横当步一样的 做一个横当步 好再来一次 再看一遍 提膝 落脚勾脚 然后再穿插出去 对穿插出去 但是记住这个脚不能太伸直 我们还是一样的要保持一个前面微区 而重心呢 还是在我们的右脚上 然后再慢慢的扣脚 移动重心 移动重心 好吧 那我们上面的手是怎么做的呢 两手分开 好 两手相合 这时候两手相合呢 变成是左手在外 为什么左手在外 因为我们要出的是左脚 那动哪个脚 哪个手在外 一样 好 然后我们往下落的时候 收脚回来 往下落 身体往下落 这个同时 我们的手掌慢慢的成交叉状 往下按掌 手腕一翻 变成了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翻 按掌出去 落脚按掌 然后我的脚出去的时候 两手上两边分开 出去的时候 两手向两边分开 移重心 将我们的重心移到左脚 同时两手分开 然后重心移到右脚 两手相合 两手相合 相合的同时 慢慢的 好 下面我们记住 我们的手心要朝上 那两个手心朝上 那右手的手心呢 是在我这个左手的肘旁 在左手的肘旁 重心移动 好 下面呢 我们要稍微的再给它 脸一点劲 下面就叫做 发力之前有一个蓄劲 那这个蓄劲在完成的时候呢 我们双手握拳 然后身体 我们的身体 右手 右边的这个身体肩膀 要慢慢再往回 脸一点 再往回脸一点 将我们的拳 更加的靠近我们的 右胸 右胸前 好 这个时候我们重心 慢慢的向中间移动了 有一点向中间移动了 由刚刚的移动重心的 左 右 然后慢慢的向中间移动 但是又没有完全 将两个重心在中间 不是一个马步动作 大家看清楚了 左 右 然后往回移的时候 将我们的两手相拧的时候啊 你看这个步行 也是有一点相拧 步行也有一点相拧 腰要往回带 这个时候我们要发力 好 我们在一起 收手收脚 然后落脚 压掌 一 打开 二 相合 三 握拳 好 下面发力 打 发出去 那我们握拳的时候啊 后手握拳的时候 前手一定要是从 我们后面这个手一定从前手的手掌 打出去 一定要打出去 那它的力量呢 一定是从脚跟 到膝关节 到腰 到胯 然后慢慢的 传到你的手上啊 这么一接一接传到手上去的 好 我们再再看一次 蹬脚出去 提膝 收回来 走 穿 下去 一 分开 二 移动中心 和 三 拧 四 发力 发出去 发力出去以后 记住 我们的拳是打直出去 那么 我们的手呢 是直接的 按到我们的 左 左腹旁 左腹旁 下腹啊 左下腹旁 按出去 眼睛平视 拳的位置 好 那这个动作呢 大家呢 跟我一起做一次啊 跟我一起做一次 慢慢的 有没有一点一点来 蹬脚出去以后 收脚 收手 走 交叉手 身体往下沉 好 穿掌按 两手 两手 移重心 好 移重心 两手 合 好 微微续静 拉回来 好 发力出去 好 下面大家看我再完整做一次 在看我做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看到 手脚的配合 重心移动 重心移动 不管重心怎么移动 这里头我们重心移动很大幅度 但是也不会出现左右摇摆 身体还是中正的 然后发力的时候 要看到这个发力的力量 大出去 就有松弹的劲 好吧 好 大家看我做一次 好 下面我们开始讲第十八个动作 野马分钟 那么我们在练习这个野马分钟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动作呢 比较多 内容比较多 那么我们前面呢 还有关系叫手的一些 那在这个手的版本上呢 现在社会上练的有两种 那基本上这两种呢 从近赛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是基本上不会扣分的 我们呢 先把这两种呢 给大家都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远手洪锤完了以后 好 我们曾经看到的第一种现象是 直接 走手啊 直接回铝 拉回来 发力 发一个按键 那还有一种做法 还有一种做法是 微微带腰 转腰 往回转一点 画一个圆圈 然后再两手相合 再拉回来 再带 对 那么这两种呢 在竞赛的套路当中 都不存在一个扣分的现象 那么 呃 我们只会视作说 你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那么从书上讲的话 他就没有画这个圈 那么有的运动员 或者是练习者 他愿意把这个腰上的感觉 带得更多一点 更柔和一点 他可能会画上一个小圈 呃 然后呢 再走 拉出去 可能觉得这个动作就更加疯满了 更加的圆活了 那么 我们在练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是用每一个版本 都没有关系 但是首先我们要记住 我们的左手非常重要 一定要记住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以大拇指为轴 转一圈 大拇指为轴 手心朝礼 然后 啊 顺时针转一转 顺时针转一圈 好 再做一次啊 再看一次 说回来 转一圈 对 说回来 转一圈 那这个手上的这种缠绕 也是城市太极拳里头所独有的 所独有的 好 那么我们站在这儿 不要做下肢 我们光做上肢 我们把上肢做一次 好 如果我们说 你要求直接做的话 那么 同时 我的右手 便找往下踩 啊 往下 往下走 是要相合 合到我的这个左手上 那我往下走的同时 那么我的 左手 坐一圈 而绕自己的这个左腹旁 以这个大拇指为轴 转一圈 好 转一圈的同时 刚好合到我的这个两个手相合 然后慢慢的再向我们身体的右侧挤出去 两个手背相对 手心朝外 手背相对 挤出去 把我们身体的右侧 然后手心都朝下 翻转 朝下 然后慢慢的发力出去 那这个力量发的是暗力 不像刚刚前面 眼手红锤 发的是凝劲 要明显看出来 就啪 打出去的发力 那这个地方的力量是暗气 腰上的 大 轻轻的一个暗气出来 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呢 第二种呢 如果说是 大家有学第二种呢 那么 在做这个手臂上的 啊 左手绕一圈的同时 残绕筋的一圈的同时 那么 我们的右手呢 变成手 也是变成掌 那变成掌的同时 慢慢腰往回带一点 那腰这个时候 要出现一个小小力圆 要出现一个小小力圆 那小小力圆的同时 啊 手向外 轻轻也画一个圆 那不像这样 刚刚的第一个 是直接收过来 那它这个地方 腰带动的同时 它画了一个圆圈 然后再到我们的 跟我们的这个左手相配合 左手相配合 好 也是一样的 画圆 相配合 收回来 然后再从左到右 对 画一个圆圈 然后出去 似乎 跟第一种版本相比 第二种 好像多了一个圈 那么重点要讲的呢 就是 关于这两个版本 不同的地方 那么不管 你做哪一个版本 都没有关系 只要把你的这个 腰上的感觉做出来 圈要画出来 然后力量按劲 按出来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跟着这个脚 手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动作做一做 啊 人手红推完了以后 好 收回来 转 拉回来 按劲 出去的手的位置 手的位置 手心都斜向下方 不要手心朝下啊 不要手心朝下 斜向下方 这个动作是将对方 踩住以后 扔出去的一个动作 扔出去的动作 所以这手心是斜向下方 那斜向下方的时候呢 左手跟右手的位置 左手跟右手的位置 那左手呢 在你左胯旁啊 左胯旁 那右手呢 在你的这个右胯旁前方 身体重心微微向左侧移动 对 不要在两个脚上 微微向左侧一点点啊 好像成一个半马步的状态 好 我们再做一次 比回来 走 好 重心移动 身体重心移动 手也移动啊 都到我们的右侧 然后随着 慢慢踩下来以后 发力 出去的时候 我们的重心要移动到左侧一点 左侧一点 下面我们接着走 那下面这里呢 也有两个版本 从社会上来讲的话 很多人在列下面这个动作 我们说 一马分钟的时候 有的人是 做完以后 直接绕圈 收脚回来 给出去 那还有的人在做的时候呢 他往回带了一下腰 画了一圈 然后再 手腕翻出去 给出去 那这两种版本 那这两种版本 也是 个人风格的体现 它不存在一个扣不扣分的 你不管是做哪一种 在精彩套路当中 它都是不扣分的 所以有的人可能是觉得 我就直接起来 就可以了 书上就是这样讲的 当然 这样是没有错 那第二种呢 有的人可能觉得 我的腰上 我再带一点 然后我再沉 再起来 这种也是可以的 那么它就用 利用圆 更加柔和了 就腰上弄的就更多了 好 那么我们一起 做一遍 按掌出去以后 好 微微带一点腰 然后收回来 扣脚 记住 不管是哪一种版本的话 都一定要有扣脚 然后收脚回来 收脚回来 那么这个收脚回来 这个脚不要落地 不要落地 微微的离地 那前手呢 手心朝上 躯壁一点 那右手呢 手心朝外 也要躯壁一点 对 然后我们在出脚 向前攻步的时候 前手向前伸展 后手呢 对右手向外伸出去 好 我们重心再往回 两手一起向下 一起向下翻转 白脚尖45度 好 再收脚 又出现刚刚这个动作 也就是说 两个手臂呢 不要太伸展 稍微收一点 对 躯壁一点 然后再出脚 再向前打出去 啊 那这个动作 最容易出现什么 翻腕 就是翻走的现象 整个走壁翻起来 尽量给它沉下来 打开 好 那这个动作呢 大家呢 跟我一起 啊 完整的 模仿我 然后慢慢地 我们的动作 我们把这个动作 讲得更细一点 好 大家跟我们一起做一遍啊 沿走 红锤完了以后 好 我们左手走 右手跟上 走 腰带动 好 发力 大 按劲 慢慢地 我们将腰带回来一点 好 扣脚 收脚 收回来 在你的体前 出脚 腰部 穿出去 重心往回坐 摆脚尖 两手相摆 收脚 收回来 手也要收一点 不要太大 然后再出脚 上前 出去 注意我们的手臂不要翻转 沉下来 好 下面啊 我呢 把这个动作做一遍 做一遍 那么大家在看我的动作过程当中 看我的腰的配合 看腰的配合 看脚的变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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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